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两部呢都叫配置整合了 所以我直接把这两部写一下 这两个呢要避免一点 就比较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个 我们下面首先来整合持久层配置 这个内容啊很简单了 按照我们之前所讲解的内容 以及于我们这里所用到的连接词了 dbcp所以呢 你直接拿上面这个就行了啊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手动写了 因为跟这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我们之前写过 所以呢 我只是确认几步啊 第一部配置数据员 不都是一样的吧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我们创建设个设计的工厂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也是一样的 到时候注意一下路径啊 注意一下路径 然后我们创建DEO的对象 注入工厂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然后再来去创建服务层对象 注入DEO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差不多也一样的吧 我们只要改改 然后对应的事务管理部分 我们说还有事务部分了 事务部分 我们是要拿过来改一下吧 以及这个切入点 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实在先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就行了 也就是说我们拿我们 上次做的也就是我们第一天来做的 这个里面的七大步子 是不是都可以考过来呀 记住啊 这七个步子是不是都考过来 这七个步子 全部拿过来 那么我们是需要改的啊 其实做项目就是这样啊 要学会去改改他啊 好 我们这个这一样啊 这一部分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路径 是不是也这个路径呢 这个路径 新map 是不是给替代所有啊 我都说啊 好 这个时候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这个吧 好 好 我们可以把它取名叫 注入设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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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消息 服务成了 好 然后通知类 这个不用变吧 不用变啊 好 然后事务 那么事务部分是不是在服务成了这些能力吧 有add开头的 del开头的 更新开头的 还有fund开头的吧 所以针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加ad的开头的 是不是加45啊 然后来继续 三处开头的吧 更新开头的吧 是不是在哪 那45 可以了 然后切一点表达式 切一点表达式 是不是现在也是一致的 这不用改 那我们都写个多遍了 就不多说了 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切一点表达式 也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年前两周的内容 是基本一致的吧 就完了 就这些内容 配置有点多 好 继续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所以后面呢 我们再来去整合表现成配置的部分 所以后面呢 我们是计划整合表现成配置 表现成配置 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内容啊 那其实呢 我们刚刚才这个是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什么呢 拿上面一个 因为这个我们用的是 我们就拿前面这个吧 昨天讲的或者前天讲的 我们拿一个啊 前面用了这个的 我用这个吧 也写了 是不是也写了 那就用这个就行了 我们当然也不会 如果不用这个 我们把它处理下去呢 呃 我们所需要配的表现成的部分呢 是不是这几个都需要啊 表现成的部分 Ctrl C C把它复制过来 整合表现成配置了 注解的处理器映射器和设备器 好页面 页面 页面现在 如果我用逻辑视图的话 如果我现在使用逻辑 逻辑视图 使用逻辑视图 如果放在这个外层的话 我说不需要这个了 是不是有一个斜杆 斜杆 扫描是不是还是扫描这里啊 扫描地方不变 整合表现成配置部分呢 试图解析器再加扫描啊 那你如果要写上步骤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写个8 这里方可以写个9 这里方可以写10 那如果说需要上传 你是不是还要配置文件解析器啊 如果你还需要加拦截器 你自己去加 如果还需要加异常的这个处理器 是不是这边就需要加呀 根据需要加 但是这基本的是不是就这几个呀 那整合表现成配置了 这是基本的了 根据需要去加就行了 OK可以了 那么同时呢 不要忘记 web.xml web.xml 是不是要配置前当控制器啊 那么我们要把配置前当控制器的部分拿过来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们这时候还是使用新点度啊 改一下 这里方呢 我们不用这个啊 啊我们先把这个方式去弄弄熟啊 未来说 未来说你在遇到wesful的时候 你用wesful啊 嗯 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是我们前当的部分 web.xml 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八大步骤啊 基本完成了 所以最后呢 就有个整合测试 那我没捏在步骤里面啊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了 这个框架通了嘛 这就是一堆就过来了 其实你只要熟了 这一下就很快就可以去完成这个内容 我们下面就来测一测 嗯 嗯 考验这个框架的时候到了啊 如果有发现有错误的地方 大家记事要提醒啊 撒断点 撒断点 撒断点啊 撒断点 然后呢 呃 我这里没有 因为我究竟呢 就用他没有再做一个 如果说再需要其他的社会人 是不是自己写啊 我在这里就不多写了 就自己写就行了 所以用了只是用了一个这个内容啊 好 我们就用 有添加到列表到编辑啊 就把这几个功能做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啊 呃 以后在互联网公司啊 嗯 一般来说没有真正的商处 要做一下 一般是不能做轻易做删除的 这点要注意 啊 数据库中的数据不能轻易做删除 这个要非常非常谨慎啊 可能说只是给一个状态标示 但也不会真正的删除的 嗯 我们主要是也是真编辑和什么呢 和列表一个查看 嗯 我们到他到列表 列表我们就看一个吧 这里 得到一个UID 编辑其实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列表 这里 放一下个吧 诶 嗯 还切个boss吧 这是做了一个呈现啊 好 我们来试一下添加 我们先只是跑进他页面啊 列表显示的时候 列表显示的时候 到时候呢 这些东西都不要 可以这样 你要去做的话 就做一个 嗯 回到方便显示 来做一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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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我们在这里设个断点 跟注一下啊 到时候后面的记录我们现在是 三十八 三十八 这里了啊 好 好 下面来考考我们这个框架啊 嗯 看看有没有其他给落下的 加载 嗯 现在应该也可以了 我们现在试一下啊 不是不知道吗 那先试一下 啊 所以现在如果出八个你看一下现在是三个框架啊 就可能不知道是哪个框架出问题了是吧 所以这就是哎 现在如果出了八个那就是要更加要注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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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暂且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先试一下AD当链表 整个思路是没问题的 我们如果发生了异常 我们一会再出